这个变态一天不杀十个人就浑身刺脑 这次她又盯上了独自走夜路的女孩 等女孩开门时就打算上前将气扑倒 可却看到女孩男友在家 只敢对女人下手了她 当即吓得加起尾巴落荒而逃 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很快又盯上了另一个单身女孩 尾随她来到家门口 女孩刚好开门她迅速冲了上去 将女孩转过身拿刀刺向她的肚子 同时享受地看着对方痛苦的表情 直到女孩倒下她才迅速逃离现场 次日她又来到女孩家附近 向周围邻居打听女孩的情况 当她得知女孩被抢救过来后 顿时觉得非常不爽 于是开始不停地在街上寻找目标 只要找到落单的女性 就直接拿刀捅上去 直到看到对方倒在地上 她才露出满意的微笑 就在她准备将其杀死时 突然远处有车灯照过来 她下得赶紧丢下她逃离现场 之后当她得知女孩再次幸运地活下来后 她才突然意识到 应该是小刀的杀伤力太小 于是又换了一把杀猪刀 当晚就藏在公园附近等待猎物 等她看到漂亮女孩单独走过后 立即悄悄地跟了上去 同时兴奋地掏出藏在怀里的刀 一个剑步上前将女孩转过身来 对着她的肚子不停地捅上去 女孩惨叫着倒在地上 但秃子却仍不放心地又补了一刀 这才飞快地逃离现场 这次的女孩非常不行 在送医急救的过程中就死亡了 秃子看到新闻时非常兴奋 她终于成功地将人杀死 也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可当警方将案件公布出来时 却将她做的案 算在了另一个连环杀人犯头上 这让秃子非常郁闷 自己冒死犯下的案子 却被别人抢走了成果 这种感觉非常不爽 于是接下来她准备干把大的 她又盯上了一个单身女孩 当她看到对方家里燃起大火时 脸上终于露出了变态的微笑 但这次动手仍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 于是她又换了种作案工具 下着大雨的夜晚她不睡觉 沿着街道挨家挨户开别人家的窗户 如果看到哪家倒霉但粗心 她就干脆利落地爬上去 悄悄进入屋内 随即掏出准备好的管钱 等杀完人后顺便用雨水冲洗工具 兴奋地回想着 受害人临死前的痛苦表情 这让她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所以之后她作案的频率也越发频繁 这天她在守株带兔时 竟看到一旁停着一辆小电动 便索性顺手牵羊把她骑走 这下她可以活动的范围就更大了 次日她骑车来到一个新的街区 恰好看到一个小贩落单 她干脆利落地掏出刀将其杀死 这个案件迅速被上报到韩城警方 并将嫌疑人的画像传了过去 测血失晓送一眼就发现 她就是之前另一起连环伤人案的凶手 原来从秃子开始伤人时 警方就已经注意到 她犯下的那些伤人案 但受害者都没看清凶手的相貌 不过其中一个目击证人表示 有一次凶手正做案时 她站在窗户边恰好看到 就朝那人吼了一声 对方就立即转身飞快逃跑 但因为离得太远 她没看清对方相貌 只隐约看出是个身材矮小且秃头的男人 穿着很旧的运动服 小宋他们到楼下的现场仔细看了一圈 发现并没有摄像头 警方只好找来受害者 对他们进行催眠 之后根据他们的描述 来画出凶手的画像 随后警方拿着画像找到目击者 表示跟他看到的凶手很像 于是警方根据画像 开始进行走访调查 询问是否有人见过画像上的男人 但很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警方只好对他作案的所有地点 进行实地勘查 并把地点标在地图上 发现都在地铁一号线附近 而且作案时间都在早上 受害者也没有共同点 于是警方猜测 凶手应该有强烈的杀人欲望 所以他冒着被人看到的风险 大白天就作案 但因为他属于随机杀人 作案的地点也一直改变 警方只好整理出以前类似的案件 来判断他的具体位置 但资料实在太多 全部看完都猴年马月了 小宋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竟然拿着相同的凶器 来到之前的案发现场 试图模拟凶手的作案过程 结果却差点被当成罪犯抓起来 而接连发生的案件 让群众们都人心惶惶 只能自发地组织巡逻 但这并没能阻止秃子 他的作案工具又换成了铁棒 并且明目张胆翻墙进入别人家 静止走进卧室 对着熟睡的女孩就是一顿猛杂 直到确认女孩已经死亡 他露出了变态的满足笑容 紧接着打开燃气灶点燃衣服 一把火把房子给点了 等次日警方赶到现场时 一切痕迹都被燃烧殆尽 只留下没有任何花纹的血印 回到警局后小宋分析 凶手应该是35岁左右的秃头男人 独居且不跟邻居交流 他每次都是走路到现场 且从没有在监控里留下痕迹 之后进行无差别犯罪 他最大的特征就是跟人说话时 不敢与他人对视 随后警方开始根据这些特征 在所有辖区内进行地毯式排查 寻找跟画像上相似的男人 但就在警方如火如荼调查的同时 秃子并没有就此停手 反而想跟警方较量一番 趁着夜色又拿着凶器出门 挨家挨户开别人家窗户 在试了101家后他终于打开了一扇 立即兴奋地翻墙爬了进去 轻手轻脚地打开次卧的门 但让他失望的是睡在床上的是个男人 秃子秒怂地又关上门 随即又来到主卧 发现睡在这里的是个老人 他瞬间没了杀人的欲望 就顺便在房间里翻找起来 试图找点值钱的东西带走 怎料他刚从对方钱包里 把所有钞票掏出来 身后床上的男人突然醒了过来 秃子立即上前对着他垂起来 而这边的惨叫声惊醒了男人父亲 他闻声赶紧来到刺我 见到秃子正在对儿子行凶 立马上前将他拉开 父子俩合力把他制服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 男人赶紧去给警员开门 而父亲还死死地把秃子压在地板上 就这样他仍挣扎着去拿凶器 但没有得逞 他很快被警方带走抓回了警局 小宋对他进行了审问 通过一些询问技巧 他很快从秃头口中得知了他的经历 原来他小时候曾被人侵犯过 从此他就变得非常内向 经常被别人欺负 而他向家长和老师求助 也没有人帮助他 被欺负的多了他就想要反抗 但他又不敢向身边人下手 于是专跳那些弱势群体 到他们家入室抢劫或侵犯 他从别人痛苦的表情中得到了满足 于是他爱上了这种感觉 但他很快就被抓进去了 坐牢期间受到了更严重的欺负 于是出狱后开始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从一开始地拿小刀伤人 再到一步步换作案凶起 直到终于把人杀死 他认为这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随后秃子对警员交代了 自己曾做过的案子 但因为他每次都是随机作案 再加上他犯的案子太多 有很多他都记不清了 于是警方根据他的供述 以及受害者的报案笔录 挨个带他到现场指认 等待他的僵尸法律的延程 他不幸的童年确实值得同情 但这不是他犯罪的理由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